我说了我要找合适的人说了三年了 一直到上周 我好像是觉得喜欢更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喜欢了一个人 我小时候呢是基本一个人长大的 然后 我一直从小到大很希望得到他们的爱 和关注但是我都得不到 因为他们太忙了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又会什么时候离开我 我很怕那种被离开的感觉 然后我还特别害怕睡觉 因为小时候他们会哄我睡觉 睡着之后他们半夜就走掉 就广东那种 那种自己家建的那种高高的龙 你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是住在四楼 有一天半夜就可能他们关门 稍微大声的一点 我整个人下行 然后我往我房间那个 那个露台那里我往下一看 我看到他们的车就停在一楼 我就马上冲下去 我就想追着他们 就是我追不到 真的好难过你这个听到 然后我从小学开始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 学校凡是你能提及的什么 仪仗队 过棋班 合唱队 跳舞队 我全部都在里面 因为我想要那种 大家待在一起吵闹的感觉 很多人笑的感觉 然后给自己一种美好的感觉 我之前的那段感情 是我可能唯一一段 他什么都清楚知道我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男孩子已经有了别人 然后他也愿意别人 为了别人去伤害我 所以我才放下那段感情的 但我想说的是 自从那段感情之后 我就会觉得 很怕喜欢依赖一个人 也很怕他会离开我 抛弃我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一直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而且我告诉自己 我不要再贪恋 拖慢我的成长速度 但我的工作毫无益处 任何人问我 合适还是喜欢重要 我一直回答的都是合适 你觉得合适重要 还是喜欢重要 喜欢 喜欢更重要一点 然后不合适就没法继续 我说了我要找合适的人 说了三年了 一直到上周 我好像是觉得 喜欢更重要 没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喜欢了一个人 而且我很久没有 这样喜欢过一个人吧 好难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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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刚才说 你也不是那么活泼 只是在别人面前那么活泼 对吧 所以我一看你就好 看你就好 再看镜 将会导致 我害怕的东西你害怕 我会遇到的困难 我无法解决的 你也无法解决 听到宝儿的坦白 其实让我挺心疼的 宝儿需要的安全感 却又让我很无助 我一直说我们俩太像 因为我们两个都有 相同过往的一个经历 然后这样让我们彼此 其实都在寻求一种治愈 可是我真的不清楚 两个有相似经历的人 真的能彼此治愈吗 帮助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